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而过境了美国洛杉矶还有纽约 那国安局长蔡明燕就揭露中国不仅动用相关的人员前往城抗 而且还是有给费用的 中国现在透过他们在纽约的总领事馆跟洛杉矶的总领事馆 正在积极的动员当地比较亲中的侨团侨舍 那要到总统出访或是相关活动的地点来进行城抗 那我刚刚也说明到了他们是有用金钱去做动员的 金额我刚刚也跟其他委员报告过了 一个人就发个200块的美金不包括时速跟交通 那因为金额还蛮大的所以他们为了要节省经费 还特别聚焦在就是3月29号总统抵达纽约的当天的相关的我们桥宴的活动 所以对于相关的情资我们都有掌握 而且美方不管是地方的警察部门或是国务院的安全部门 跟我们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那这也是我之前到各个地点去采现主要的目的 就是建立起我们跟受访国当地的警政单位 安全机构的密切的一个联络的一个机制 面对2024总统大选 新北市长侯友也因为迟迟没有表态 使得国民党呢陷入不小的纷扰 那现在传出说党中央有意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纳入民调 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最近也有拜访过韩国瑜 他说两人有达到共识 就是要共同支持主要候选人 迎战2024总统大选 国民党党务人士表示 为了展现党在征召作业上公平公正 总统大选内参民调将纳入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回应深蓝的殷切期盼 不过记者求证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 他说党主席朱立伦已经有见过韩国瑜 不会将韩国瑜纳内参民调 两人目标是会团结所有潜在力量 为党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争取最多的支持 但当时呢两人并没有讨论到 要不要纳内参民调的事情 关于是否要将韩国瑜纳入内参民调 党务系统也还没有正式讨论 而国民党的第一阶段立委初选 日前展开了协调 然而北市议员徐宏廷和立委赖世宝谈判破局 而议员徐小新和现任的立委费洪泰 也是谈判无果 而针对第一阶段立委选举有竞争者的区域 国民党北市党部投票决定了初选办法 投票结果出炉 最终以41票党员票投票加上全民调 对上9票全民票 松信选区将纳入党员投票 而对于结果 徐小新第一时间紧感叹施压官说胜利 另外会议也进行了号次的抽签 徐小新抽到1号 费洪泰抽到2号 一位党中央人士就透露 其实所谓的党员投票并非实体投票 而是针对党员名册所留电话号码进行电话调查 只不过3月31号前 绕交党费者都还能纳入名册之中 因此对基层实力较强的参选人 较有优势 前立委严宽恒才登记了2024国民党立委的初选 没想到就传出涉嫌 窃占国有地位造文书 而他为了捍卫个人的清白 他一度拒绝交保 不过对此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彦秀 就在脸书发文来力挺严宽恒 李彦秀指出 每当酒驾事件发生 政治人物总是进香加码罚则 博取新闻版面 但严宽恒真正落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提高不停制止或拒绝停车接受击查而逃逸者 罚则贺阻酒驾行为与拒停逃逸 他强调这都是严宽恒自己提出的法案 并一一邀请委员联署 他在举例立月讨论空污法的修法 严宽恒总是平时的语调 唯唯道出台中居民内心最深刻的恐惧与愤怒 令在场所有委员都为之动容 这就是严宽恒 这就是宽恒style 他强调为公理为正义 我们不会害怕 我们不会退缩 支持严宽恒捍卫个人清白 力挺严宽恒对抗不公不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